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一球 记了吕正如之后 稳稳地又把这一个球给投进了 我觉得右尾要上来了 对 那我觉得柏英特不在之后 反而整个梦想家的进攻的优势了 李宗盛杀入禁区 裁判再次享受 李宗盛扶着他的右脚踝 似乎是有点不舒服 这应该是他这场比赛贴二次跌倒 这也是过去他可能在CBA打球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的 因为 李宗盛他的进攻 本来就是以这种切入破坏为主 或是挡拆 防守球员想要停下来 第一个会做的就是加强身体对抗 然后再来就是后面的鞋盘会来得非常快 所以这一球是直接吸引到 三个梦想家的球员 这样打下来对于他自己身体上的健康程度 消耗会蛮大的 而且现在比赛才一开始而已 打不到四分钟 应该说这也只是他的第二场比赛 因为传得非常深 这个球接到的难度就非常高了 对 所以这也是克拉索夫比较弱的一个环节 这球老武穿得蛮漂亮的 林苏豪 传球出现失误 林苏豪再次倒地 前场快攻击 林苏豪 又是针对林苏豪的压迫 让大逼赔上犯规 苏豪最有假动作 想要买饭裁判no call 第一 这没有办法赢球的原因 就是守不住啊 林苏豪又被李德威撞飞了 这两场比赛 林苏豪面对非常多的身体接触 那这一次的犯规 林苏豪又要罚球了 在中距离没人防守 让自己投偏了 林苏豪 在湖顶出手 命中了本场比赛 个人第一颗三分球 也是第二个field goal 我吹 梦想家半场的第十颗 林苏豪又来组织 钢铁人上半场的最后一波进攻 在轴区 命中了第三季 FIO GO 这一次的犯规 在最后的1.84秒 要把阿迪送上罚球线 宇振如显得相当无奈 所以这就是说了 你放正如上来 当然他进攻端 最近的外线有回温 可是防守的速度 就是最大的弱点 嗯 刚刚是一拍直接过 那林苏豪这一球 出手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tamam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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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pielt 去吧 就这张 挺漂亮的 你 还是 do